我把他道歉醒醒 又有点儿子了 啊 救我一下 救我 好痛 你不要压我 你压我 我更痛 自己管好自己 他们两个在一起 真好可爱 不行 还要上去 不行 分跑把首期节目刷爆全网 浙江卫视也因此创下了2022年收视最高纪录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 主要是冲周深才来追的这档节目 真的让周深逗乐了 今天娱乐圈最大的快乐就是周深给的 游戏中直鸭板托举灭惨杀意的周深 体验直鸭板跳高游戏 这也太酸爽了 周深上了热搜 这一次不是因为唱歌 而是因为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估计周深自己知道原因都要笑了 原来在《奔跑吧》节目里 周深的好奇心特别的强 杀意在念台本时赶紧凑过去看看 游戏环节也是喜欢东张西望 十分关心场上的状况 而且还喜欢背着手 看热闹的样子非常的好笑 就像一个好奇心很重的老大爷 还不仅仅是在《奔跑吧》里 其他节目中也是如此的表现 话说周深可真是有一颗好奇的心呀 网友看后纷纷表示 周深的表现好可爱 真的很有喜剧天赋 一些粉丝称 人家还很年轻 哪里像老大爷 孩子只是好奇心比较重而已 天生喜剧人的周深 第一次录新跑男偷吃柠檬 下一秒算出表情包 周深给奔跑吧家族画全家福 周深自爆 直上堪忧呀 撕名牌最想撕点摇皮的 哈哈哈 为什么啊 情贼 天情忙 大家都知道周深唱歌好听 没想到在综艺节目里表现也很优秀 总是能把欢乐和微笑带给观众 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果不其然 周深口碑炸裂承包了所有的热搜 相关话题接连不断 但节目效果并不是很好 说白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并没有玩出新的花样 而且还把曾经最经典的对抗游戏给取消了 答题环节看上去更像是青春环游记的套路 没有太大的深度可供观众挖掘 除了周深以外 还有很多流量明星都在尬笑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观众对其吐槽 S级综艺沦落成了B级综艺 你这个游戏考虑过公平性吗 可能没有那么高 周深的综艺感非常的好 从头到尾都在积极的配合 虽然站在了数十位嘉宾当中 但观众的注意力都在他一人身上 但周深表现得再好 也救不了俗套的剧情设置 这种游戏其实就像臭大街的青春片一样 对观众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的新鲜感了 只是换了一批嘉宾 玩的还是十年前的老游戏 但凡有点越偏亮的观众 都会有一种出戏感 如果不是周深的出差表现 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还会更差 内容俗套也就算了 但令人出戏的广告确实有些过分了 可以说每到一个环节 就会插播一段广告 不得不说在广告植入这方面 热江台确实比湖南台玩得更溜 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节目组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白白浪费了这个豪华的嘉宾阵容 当然了奔跑吧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别看周深的台球技术一般 但他是最认真的一个嘉宾 并不像某些嘉宾有严重的滑水痕迹 一系列出圈的小表情 小喷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 玩任何游戏都放得下身段 第一期就拉满了节目效果 综艺感不是一般的好啊 你在你的歌堂好好串的天类之声不行吗 你来跟我们演员抢什么饭碗 很不错啊 我跟你讲我们的影视行业 这其实是很包容的海纳百抽 周深天生喜剧人系列 偷吃柠檬 拍拖一首 到现场给原唱或者是柠檬 对 给现场给原唱或者给自己发道歉情形 因为有点这个歌 好酷 像是柠檬 一肢子闹笑话 一个字 绝 我中生腰好细啊马通腰 马的 对阿姨坑喝斗汁 你不是有没有 对阿姨坑喝酒 你不太喝了 因为我先喝一口 你不太喝了 你还想骗我喝一碗呢 咱们第一次见面 就对我这么狠 对阿姨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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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骗子 尝一下 哎呦 节目最好 节目的单子挺呐 就充笔的 没错我不怕 我不怕 崔亚 啊 好吃啊 通透 通透 这辈子都没那么通透 和阳迪跳波斯猫 波斯猫 你只看着双眼 波斯猫 你只看着双眼 走 波斯猫 只会队影吗 还有 还有转圈 一转眼 却又看不见 我们俩真是多才多艺 不误正业的 哈哈哈 哈哈 很明显吧 但是看久的时候 或者像蝙蝠侠 当然我尽力 他播的第一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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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六七八 九十 一秒 一秒 华生孤岛的接 最好